他叫狗杂种 大名无人问 小名天下文 四处游荡 漂泊十二载 却只有一个目的 可惜无人时的金香玉 此刻狗哥早已鸡肠碌碌 双眼直钩看向面前的大狼 奈何身无分文 只好等大狼喝药 此时呼听一道马蹄声渐进 一大队人马停在烧饼摊前 一番寒暄方才知晓 这大狼可非寻常 江湖成名数十载 只因无意得到一旷式珍宝 而再次隐姓埋名 此物名唤悬铁令 传言谁能得到此物 便可向承诺大侠 许下一桩心愿 因此江湖中 为此物掀起一场血雨腥风 就看这无道通一脚踹向周木 取下房梁上那一杆银枪 姿势轻巧洒脱 必敢长枪挥舞 无苦生风 原以为这老汉骁勇善战 一人面对数十好汉 仍战上风 哪只气出场就是巅峰 不过片刻便已是气力不支 就看其双足立登 冲天月起打算离去 却不想这儿当家一非善累 一是马踏飞燕 不偏不已踹在无道通胸膛 将其重重踹落在地 周木刚喊出那句流活口 却已是慢了一步 一长刀已扎入其小腹 静止倒了下去 周木虽有懊恼 可眼下事已至此 只好另左右四处找寻 而自己却摸了摸这老汉胸膛 不想当真有一红色布囊 当下心满意足率众人离去 这一幕早已让观战的狗哥魂飞破散 直到叶飞风高才敢探出头来 看无道通躺在地上已是没了动静 这才捏手捏脚走了出来 又快速拾起几张地上的饼 躲到楼梯后疯狂炫了起来 却不想无道通竟忽然醒来 原来那一刀虽扎入肚腹 可幸好无道通臂气及时 纵然受到重伤 却不急死 可这醒来的无道通竟不顾胸腹的重伤 摇摇摆摆朝着狗哥走去 狗哥哪里见过这般场面 这一张烧饼竟让人乍失黄魂 当下来不急多想 就疯狂躲闪起来 惊得狗哥一个踉呛 不小心踩上身后的一条木棍 向后摔倒了过去 可态使人生无常 狗哥只以为是这老汉又顾忌重施 憨憨询问一句 狗哥哪里还吃得下只大笔 自顾自的又躲到了后边的墓房 此时又见一队人马急驰而来 见无道通铺中扎着金刀寨的兵刃 已是明白大概 带来到金刀寨一番友好询问 这寨主方才不情愿地掏出内部囊 打开一看 却见只是几枚铜币 想来那玄铁令令还在无道通处 当即折返回去四处寻找 却仍旧一无所获 只是看到这瑟瑟发抖的狗哥 见狗哥与自己儿子一般碎属 这女子心生怜悯 掏出一定银两放弃面前 众人听罢心中一乐 原来只是一个憨憨 当即也懒得语气废话 转身便要寻那玄铁令去 狗哥见众人离开 方才舒一口气 一夜折腾早已是饥饿不开 狗哥随手捡起地上的大饼 蹭了蹭沾染的灰土 张口就朝着大饼咬下 却听得哀悠一声嚎叫 惊吓到了一众武林中人 只看着狗哥从大饼中取出遗物 但见是一块非有有的铁片 不是其他 正是江湖至宝 玄铁之令 有求必应 墨地里听了一阵喊叫 就看着两侧众人纷纷朝着狗哥冲去 这一边是金刀寨 摆的是八方藏刀室 一边是雪山派 常见换成一道光网 狗哥哪里见过这阵仗 直觉凉风嗖嗖 挖得一声哭泣起来 两边众人争执不休之际 忽见空中落下一人 周身散发一股氢气 落地间内力激起千层浪 震得狗哥将那玄铁令脱手而出 不偏不已落在男子手中 众人不知来者何人 竟敢横刀夺取这玄铁宝物 纷纷朝着男子重来 却看男子将玄铁令落入袖中 随手将身边的狗哥高高抛起 而后一道强大内力释放而出 众人只觉那虎口一麻 手中冰刃进阶震退出手 随后就看着男子一跃而起 身形远转 层层气浪将那长剑长刀 一一悬于半空 只听得叮叮当当一阵脆响 就看此人双手连震 也不知使得适合手法 不带众人反应过来 这金刀长剑皆已是 齐齐差于地中 这玄宿装主是金道士眼尖 就听这男子呵呵一笑 见被人认出身份倒是欣喜 随即一番商业护跑 一旁雪山派众人却心有不满 谢先生放出三枚玄铁令 号称只要有人得到 便满足一桩心愿 如今却被自己收回 岂不是言而无信 浪得虚明 男子话音未落 就看谢颜柯一脚踹出一树干 将男子直接击飞出去 如此一目惊的金刀债众人发颤 这债主倒是失去的仅 可这雪山派却是有那骨气 对谢颜柯收回玄铁令 违背诺言一事不依不饶 承诺大侠不守承诺 岂不宜笑大方 谢大侠 您曾发过毒誓 不管从谁的手中接过玄铁令 您都会替他办一件事情 这枚玄铁令 是从这位小兄弟手中接过去的 怎么 他不算人吗 狗哥还未反应过来 就看旁边一妙邻女子紧忙揭查 花万子话音未落 突觉一股净风扑面而至 压得自己床上起来 不带众人反应 这些烟客早已带着狗哥飞身离去 不过片刻 两人便来之一树林 就听谢烟客质问其狗哥姓是名谁 偷我选铁令究竟是何目的 却听狗哥支支吾吾说道 我叫狗杂种 叫什么狗杂种 狗杂种 那你爹就是杂种狗了 谢烟客行事素来怪异 没事杀两个武林好手 一是习以为常 此刻其只想赶紧了却这狗哥心愿 也好不坏自己一诺千金之名 可不想这狗哥竟是一个傻子 哪里有甚愿望 不过是想寻到自己的母亲 和那只离家出走的阿黄吧 谢烟客一带枭雄 杀十几二十个武林高手信手捏来 哪里会愿做这种琐事 可承诺大侠一诺千金 放出豪言岂能违背 只好故意带着狗哥来到街边小铺 料想这次以乞讨为生 定是无银两结账 届时自会求我 乃至酒足饭饱后 谢烟客伸手入怀 却摸了个寂寞 老爷子 咱不许开玩笑 你这一大把年纪了还吃白食 不大合适 谢烟客满面尴尬 胭脂出门怎么这般着急 没想这疯癫乞丐竟有一定云两 方才想起正是刚才那女子 见狗哥可怜 慷慨不适 谢烟客虽是气愤至极 可是已至此 声望不能丢 只好一路劝说狗哥求自己办一件事 不不我不求人的 你不求人 为什么 因为我娘跟我说过 说狗杂住 这辈子都不能求别人 眼看好说胆说不成 谢烟客索性带着狗哥来到自己的住处 一记腾空月起 拽着狗哥便登上这摩天牙 既然你不领好意 那我自有办法折磨你 你知道饿死的滋味吗 几天 前面三天 可是最难熬的 到了第四天 是昏昏沉沉的 第五天 就好像在大火里面跑一样 你就会见到死去的祖宗八代来接你 你完蛋了 就听谢烟客又说这摩天牙气候诡异 一年四季不曾下雨 你若想不明其中厉害 大可一世 哪想狗哥当即下跪祈求上天 老天爷 狗杂住渴了 你给我下点雨吧 或是这上舱故意捉弄 尽当真下起调泼大雨 看这狗哥得意的嘴里 谢烟客起的差点就将这丝扔下悬崖 那半夜呢就别跟我闹了 之前阿黄也会上来舔我 那是因为他饿了 难道你也饿了 不知谢烟客造了什么孽 怎么与这大哥结实 本以为饿上其三两天 便能逼其就饭 拿想第二天一早 就看见狗哥在厨房忙碌 拿着自己花三百重金 买下的宝刀在压 谢烟客彻底崩溃 只好缓缓吐出一句 可如此下去终不是办法 次日 谢烟客看着狗哥盯着一盒泥娃娃发呆 这泥娃娃可非寻常 上面记载着少林入门内宫心法 正是昨日两人在路上 撞见大悲老人和常乐帮比斗 大悲老人虽有一身强劲外功 可终究是难敌四手 不过片刻便已是体力不支 被常乐帮众人无情碾压 一剑贯穿老人胸膛 狗哥挺身而出 阻拦常乐帮滥杀无辜 只可惜乃常见 早已搅碎大悲老人的五脏六腑 此刻已是回天无数 所幸将这小泥人当作空头人情 赠予狗哥 交谈间狗哥又忽然想起 昨日谢烟客带着自己腾空飞行 心中好生羡慕 谢烟客听闻双眼一亮 想不到狗哥终于说出了愿望 只要你愿意求我 便教你这轻功法门 你学会以后上山下山 就不用我提着飞 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了 没想狗哥却懒得理会 自顾自地说着自己的童年往事 只因自己在白菜中多放了点盐 就遭到母亲的棍棒抽打 听得谢烟客心中无语至极 老天爷就是在玩舞 原来你娘是个疯婆子 哪只狗哥却忽然大怒 拿起身边之物就随意打杂 笑喊着我娘不是疯婆子 谢烟客一带枭雄 哪想会栽到小乞丐手中 终是信了狗哥的邪 好 你娘不是疯婆子 我是疯婆子总信了吧 你不是想去武功吗 我可以教你啊 我不求人的 许愿老人要帮小乞丐完成心愿 天天狗哥无欲无求 油烟不尽 谢烟客一怒之下 便要饿他三天三夜 哪只狗哥却在山上过得风生水起 不仅荤素搭配 还有饭后水果 你哪里在哪 快说 我说我把你扔出去 这个是猴妈妈送的 老伯伯 你是不是馋了 你要是馋了 我要猴妈妈每天给你摘啊 谢烟客无语至极 一脚便将狗哥踹入水中 可曾经立下的誓言 时常在脑海浮现 谢烟客自觉威名显赫 哪想会栽在狗哥手中 想到此处 心中不禁为有凄凉 这日看到狗哥摆弄那少林倪人 忽然眼光一亮 若趁机将倪人所会内功传授狗哥 引其走火入魔 届时和愁气不求自己这他信 你不是想去武功吗 我可以教你啊 我不求人啊 我求你 行的吧 算帮了我一个忙了 狗哥见有这般美事 自是欣然答应 任由谢烟客击打自己的周深大学 心想着老活若想取自己性命 不过谈指间 何必这般琐碎 只是不过片刻 便敢浑身躁热难耐 不不不 我可见我半身的发烧了 好难受 半身发烧 我帮你一下 再练一门 对你身体好的好不好 谢烟客却懒得理会狗哥哀嚎 自顾自的又帮狗哥打通足底经脉 就如此 狗哥白天火烧火燎 晚上只觉全身寒战 冷不可耐 这急热急寒之痛 折磨得狗哥死去活来 谢烟客暗自欣喜 如此这般还怕你不求我 果然不出片刻 谢烟客大失所望 自己号称中原第一高手 怎会伤拿过自己玄体令的人 当下索性不再理睬 任由狗哥在地上翻来覆去 或是狗哥一声浑浑噩噩 心无杂念 从不受七情六欲侵扰 历经这般折磨 却依旧相安无事 谢烟客见其如此 心中竟产生些许动摇 次日夜里 狗哥受那阴阳折磨 晕倒房前 竟未曾发出一声喊叫 谢烟客心中一叹 竟主动帮其压制体内浮躁争气 如此数月不绝间 狗哥竟也踏入那一流高手之列 自己却还浑然不知 这天摩天崖下忽然出现三人 为首之人乃常乐帮贝海石 只因常乐帮帮主 时钟欲忽然神秘失踪 而这帮主偏偏长相于狗哥极为酷似 那日狗哥下山埋米 时无意间被常乐帮众发现 只以为是帮主为堵地狭客倒之妖 躲藏在谢烟客身后 可这贝海石却又曾是谢烟客徒弟 只因当年不守规矩 被谢烟客一掌打下悬崖 却侥幸为死吸得一身诡异神功 只是如今再见恩师 心中却依旧忍不住发颤 恰逢撞见谢烟客正帮狗哥疗伤 只是这次狗哥体内真气忽然异常暴躁 谢烟客心中一急 竟不慎被这强大力量反噬 瞬间口吐一亩烟火 被海石趁此空隙窜出 直言要将狗哥带走 谢烟客不明所以 此人哪是甚常乐帮主 直到是这逆途前来生事 却不想被海石武功造诣意识不低 一道诡异黑气净险 歇药了谢烟客性命 幸好这次上年当年师徒情谊 只是将昏迷不醒的狗哥带走 却不想狗哥竟在此处发生奇遇 女子叮当对时钟欲本就情深意往 见狗哥重伤昏迷 心中甚是担忧 偷偷将爷爷丁步三的滋补家娘偷出 说吧就看叮当猛含上这一口家娘 可惜狗哥此刻神志不清 哪想正经历这般奇妙之境 只可惜狗哥不关人间风月 一心只想找他娘 被海石一番好说胆说 才忽悠狗哥留下坐着常乐帮主 晚上狗哥呼感寒热内息在心肺间相互激荡 回想着谢烟客的运功手法入定疗伤 偏偏此时这帮终于为唐主闯进房案 你抢我老婆还让我戴绿帽子 我今天要报仇学恨 原来那时钟欲曾与这唐主夫人露水鸳鸯 却迫于这帮主威压不敢轻易动手 如今看狗哥神志不清 正要一见了结狗哥性命 可拿想狗哥体内那阴阳二气属实霸道 竟直接震碎这唐主五脏六腹 却因机缘巧合被这唐主一掌打通了经脉 意外竟将狗哥体内阴阳调和 狗哥却对此事浑然不知 只以为是谢烟客当真对自己掏心掏肺 老婆婆说了 这是功夫 如果练好了 就能像他一样飞来飞去的 狗哥本想在专研这倪人巩固内功 却不慎因力道太大捏碎了倪人 想不到这倪人之中竟令有乾坤 几个木制偶人招式动作栩栩如生 狗哥心生好奇跟着牧人一番修炼 殊不知这木人所会武学 竟是失传已久的罗汉抚摸神功 只是略微用力 竟将极强蹲位侍女一掌震出屋外 狗哥还不知自己已经开挂 若不是因为经验尚浅 控制不住这强大内力 红妖在此刻就成奈天下第一 这是什么神功 啊 你说什么 这下属只道是狗哥故意扮猪吃虎 哪敢再做询问 当即就是拍起狗哥狗屁 帮主 神功盖世 可喜可贺 哦 你也可喜可贺 属下往日多有冒犯 这堂主看狗哥这憨傻模样 一时摸不清头脑 索性说了句 说罢便赶紧离开此地 这时恰好那便宜女友叮当找上门来 叮当与时钟欲互生情愫 早已是暗度陈仓 看狗哥这副疯癫模样 直到失恋功走火伤了头脑 为让狗哥早日一起两人往事 便带着狗哥去花园漫步散心 狗哥依稀想起这女子似是夺了自己出吻 不过想到她也是为救自己一番好意 当即客气了个客气 狗哥不知叮当此举又是何意 双眼呆滞地看着叮当 叮当瞬间气不打一处 只是想到狗哥此刻神志不清 又只好作罢 对着狗哥就是各种挑衅 希望狗哥能有所反应 没想狗哥却始终无动于衷 叮当无奈之下 只好随口说想要看树上桃花 没想到狗哥随手这么一回 竟直接将墙砸出一个偌大的掌印 一次不成 狗哥便再次起跳 这次非但没有摘到桃花 还将自己双脚伸陷地中 可叮当却依旧不依不饶 看着叮当清纯的眼神 狗哥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做女 只好吃力地拔出双腿 没想这次叮当却出气不意 一把将狗哥甩上高空 狗哥哪里会胜轻功 静止地摔了个狗吃土 幸好这次成功将这桃花摘下 叮当满心激动地接过桃花 又深情地看向了狗哥 谢炎克号称中原武林天花板 可面对这寸头大汉竟毫无招架之力 这张三里四二人组团赏善罚恶二世 名字低调到尘埃 武功却高到云端 每逢十年便来到中原武林 发放那赏善罚恶令 将这中原武林脚的是地覆天翻 如今又过十年 两人如期而至 石中玉为躲避二人四处逃难 恰好撞见下山寻找狗哥的谢炎克 狗草虫 你好威风啊 你谁啊 你以为穿得这么漂亮 就不认识我了 跟我走 石中玉哪里认得此人是谁 本想直接离去 哪想谢炎克身影鬼魅 直接拦在石中玉身前 一番言语威逼 石中玉自知不是老头对手 只好兴兴跟在身后 却不想阵阵诡异笑声从耳旁传来 很好 很好 很好啊 石帮主没想到在这儿碰到 接令吧 石中玉一眼认出 来人定是那赏善罚恶二事 自己可不想去那破岛和神拉巴州 当即转口说道 喂 我是狗杂状 不是他们说的什么长老帮的帮主 别嘴 谢炎克虽排行中原武林榜首 可面对这二人一时不敢小觑 当即使出自己那成名绝技必真清掌 石中玉心中慌乱至极 趁两人磨腾之际悄悄溜走 此时就见谢炎克内力补荡 千万落叶随风而舞 只看着张三嘴角微微一翘 丝毫未将这粗浅功夫放入眼中 身影一闪自谢炎克胯下掠过 一记火焰掌便顶住谢炎克面围 谢炎克心中无比震惊 傲视群雄的自己竟为招架住一招 若若问道可否请在下前去侠客岛喝粥 只听张三冷哼一声 到岛上喝粥 您老人家无帮无派 怕是还喝不到 谢炎克虽心中不爽 却也不敢再生事端 此时李四方才发现石中玉已悄悄逃去 转眼 就见二人如同一道青烟消失不见 而此时 狗哥正被雪山派一众人马围攻 只一纳石中玉先前是雪山派弟子 却在内门比武之际使出家门武学 瞬间引来师兄弟们心中不爽 以莫须有的理由将石中玉围困群殴 石中玉不堪授辱 当即决定逃离雪山派 哪知误打误撞闯进小师妹闺房 偏偏看到这春光一道 石中玉自知被人抓住定尸骨无存 索性咬牙跺脚跳下这万丈悬山 可巧天无绝人路 正好撞见这常乐帮高层内讧 几人为躲避那侠客岛之妖 在此决定谁做帮主 石中玉听信被海誓谗言 一见将那前任帮主自杀 自此一跃成为常乐帮傀儡帮主 可偏偏狗哥意外调包了石中玉 面对雪山派众人的言语指责 狗哥听的那是一团物水 我说我不是石帮主 他们非说我是 大家都不信 我是在问你原本的名字 他能叫什么名字 这雪山派白万剑 只道是狗哥死不承认 猛然拔剑一跃而起 在空中施展出一套雪山剑招 就看一道剑光呼的闪步 只见柱子上留下一朵雪花印记 此乃雪山派成名绝技 受剑者身上必留下这雪花图案 三年前石中玉的小腿曾被门人刺伤 七腿上定会留下这样一道伤痕 石中玉你既敢欺骗众人 如果你够胆量 就把你的裤管挽起来 给大家看看 看有没有留下这种伤痕 狗哥听罢心中一笑 自己腿上有何伤痕怎会不知 为表明自己并非石中玉 当即脱下那鞋袜已正清白 石中玉既然你做贼唏嘘 就跟我上雪山派坐一了断 那日狗哥在长乐邦遭雪山派众人截杀 却不想被神秘人悄悄就走 待狗哥醒来发现自己正在城中破浪 耗一番气力回到岸边 正准备一顿烧烤未老体会 却听得一声很好很好 来人竟是那赏善罚二十 石帮主 你跑得好快 快得我们哥俩一顿好打 赢了连个作证的人都没有 原来两人以为狗哥便是白天悄悄溜走的石中玉 便想再次送狗哥上路 狗哥听得一脸不明所以 只倒是两人视缠自己的考虑 当下也不吝啬 邀请二人落座共进晚餐 狗哥哪里知道眼前之人令人闻风丧白 自不自地介绍着自己的威名 我叫狗杂众 咱们还真是认错人了 天底下还又长成一模一样的人 说着便看二人解下腰间酒壶 各自独引起来 看得狗哥甚是眼馋 伸手就要去拿着葫芦 不想张三呼得一记火焰掌使出 狗哥竟丝毫未察觉到痛楚 反倒一股霸道内境震得张三手心生疼 二人见状心中一正 小兄弟你武功真是好啊 你不是说不用太客气的吗 喝口酒都不让 抠门 却听张三呵呵说道 此酒可非寻常 蕴含三百种剧毒草药 即便我二人内力这般浑厚 也要靠着纹身发光 方可抵御 狗哥憨憨哪里肯心 李四见狗哥不识好歹 当即将那葫芦扔过 够胆你便开怀唱一 狗哥自视不惧 当今领开胡盖猛作一口 满脸嘚似喊那一句 好酒 乃至话因为落便 感一到极寒之力袭来 张三冷哼一声年轻人不知天高 不想狗哥只是抖了个尿颤 便甚是没有 好酒啊 张三李四双眼对望 不解这中原武林河 使出这骁勇之徒 胭织这酒之药性 叫狗哥先前所遭受的 极寒极热之苦不过三成 狗哥一把接过这酒壶 当即也不再客气 左一口右一口好生自在 十二一道极火之力 躺穿小腹 十二一阵极寒之意 贯穿武藏 却都不过片刻 便被狗哥化解 如此快乐 让狗哥不禁喊道 张三李四些许 开始挂不住脸面 这侠客岛上的佳酿 取拿鹤点红 孔雀胆 断肠草 毒蛇胆 众多名贵材料 常人沾几滴便会命丧当场 却不想狗哥竟能这般混 很好 很好 很好啊 小兄弟 既然你喜欢喝酒 把酒力加强一点如何呀 好啊好啊 就看二人邪魅对视 从怀中掏出两枚丹药 一枚烈火丹 一枚酒酒丹 可将这酒性加剧十倍有余 即便是侠客岛 也不过每年炼制一枚 狗哥见二人如此客气 心中也觉些许过意不去 既然我们这般有缘 不如结尾兄弟起步很好 很好很好 很好啊 你就先把这些酒喝了 我们再结拜了 闹酒喝了啊 狗哥心中一喜 直到是二人直爽 倘若结交定有一无害 当下又左右开弓 将这两壶绝酿一饮而尽 不过片刻就看狗哥 已是疼得在地上打滚 想来狗哥当时过不了此关 拿想狗哥身上 忽然一道青烟散去 若无其事般地站立起来 见其左手寒冰争气 右手烈火炎炎 没想到这丝竟如此 这般开挂存在 惊得张三李四一事不知所措 很好 很好 很好啊 我张三 李四 李后和狗杂种 这结为兄弟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我狗杂种 愿意和张三 李四 两位结为兄弟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只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自此狭客岛南团三人组正式成立 这首站便是去找那铁叉帮的晦琴 没想这村内早已是空无一人 就看张三嘴角一抽双掌一挥 猛的一道刚风静气散出 震得四周之物瞬间瓦解 而后看李四右耳微微颤动 竟将一小墙摔落深坑的动静 听得是一清二楚 很好 狭客岛南子天团成团守战 就是要覆灭一大帮派 张三左脚刚一步迈出 就看一把巨斧从天而下 却近未伤的张三分毫 习惯性地蹭了蹭脚尖 便将这巨斧一脚踹飞 然后转头看向了身后的李四 李四当即心领神会 奇料这次更加威猛 那巨斧竟直接破了个缺口 惊得狗哥合不拢嘴 直到这两位哥哥莫非会使身妖法 谁知下一秒 两人不约而同地看向狗哥 想来是该我表演了 只好卯服了气力 朝着前方就是一道飘逸滑斩 可空有一身王霸争气 却不懂得如何驶展 那张三李四当即一道内惊外放 方才保住了这条小命 紧接三人又步行数十步 就看一铁叉大门紧紧贴合 将前方去路封堵 可这雕虫小技岂能搬门弄斧 两位哥哥一把将狗哥推入 随即不带铁叉盒必便闪现过墙 怕是狗哥都想感叹说那一句很好 见四孝无人应答 张三手间一道火焰掌呼吃灰曲 这漆黑的洞穴瞬间照亮了光明 就看那四周竟暗藏着数百铁叉帮众 各个手持铁叉面露惊恐 似是见到那阎王使者 狗哥惊慌失措 自己三人哪里敌过这帮凶人 刚想转身逃去 那无数铁叉便已是如潮涌来 却看以张三里四为中心 竟形成一道刚风静气 瞬间将这铁叉席卷上空 只听了一阵叮叮当当坐下 片刻后又恢复死一般的寂静 狗哥颤颤巍巍地走出来一看 这场中哪里还有活口 吓得狗哥急忙朝外跑去 狗哥小心询问下一站去何处 只听张三冷哼一声道 那中原武林人士此刻正剧中黄米岗 商量如何对付自己 这等好戏岂能错误 狗哥当即表示要与大哥二哥共患难 可张三里四哪愿戴上这脱油皮 趁狗哥回头之际 这二人早已是化作青光消失不见 此时黄米岗上 一喽啰高声呼喊这一句来了来了 可惜话音未落便被玄铁令南腰力斩 众人还不知发生何事 这张三里四便已从身后落下 一众武林高手接证了正心神 今日聚在此处 本就是要与这张三里四车轮一战 只可惜这所谓名门向来死于化多 扎克岛屠毒武林几十年 今日众兄弟在此 这老者乃是空铜一派掌门 本是威名显赫江湖 却不想听张三缓缓说道 你二十九岁那年 用古药毒死了自己的寿业恩师汪大年 三十三岁那年 和武当派青灵子银酒 攀他身上的剑子 背后用剑刺死他 这掌门心中一惊 自己这些糗事从无一人知晓 当下恼羞成怒 持剑直指张三里四胡说八道 却又听张三说贵帮曾有五名长老 寻到你行凶证据 本想费你一身武功 逐出师门 只不过堂掌门好生气脱 重金请得常乐帮贝海士将五人绑成肉皮 常乐帮的贝先生到了没有啊 堂兄是我们的大客户 不方便讲 贝海士此言一出 场中众人皆是哗然 想不到这一派之主竟能这般三滥 东南大侠 谁才是荼毒武林的人 谁辜负了侠客二字 一番言语听的这掌门甚感羞愧 当下举起那柄长剑 管你赏善罚恶 也有我偏不信心 老四 咱们的赏善罚恶令 就看这空桶掌门一跃而起 故响却在瞬间 成为张三里四手中亡魂 众好汉心头一愣 这一派之手经落得这般劲敌 不过毕竟诸位皆是名门正派 正了正心神说道 不待实心出手 这一旁少林妙观却突然打断 毕竟此事扬名例外 怎好让他人夺了心机 正好也给你带来一块铜牌 一起到岛上喝碗辣巴粥吧 说罢就看这妙观将铲杖搁置一旁 将全身内力聚于掌心 猛然间向前一推 威猛似金刚 不想李四却毫无波兰 紧接又看这方丈一记罗汉俯虎拳 却依旧尽不得李四分好 反观李四忽然出手 身上纹身散发着悠悠蓝光 在这符文加持之下 竟将这少林方丈悬于半空之中 轻松拿捏 这妙观刚要感谢二位手下留情 却不想手中净凭空多了那一块侠客令 手心不由冷汗直流 此时一旁道长看不下去 贫道武当派鱼竹 前来向二位特使讨教几招 就看这道长拔剑就朝着张三刺去 可不想这张三一套一行幻影贼快 无论这道长如何横批直刺 皆是徒劳 不过片刻 这道长手中长剑竟消失不见 众人心中大害 少林鲁当接败 还谈慎车伦大战 此时李四忽然身陷一样 张三话音刚落 就敢一阵疼痛传来 想来一时毒气攻心 他不是正毒了 众人正准备一拥而上 此时就看一人从天而降 双掌一挥 竟将一众人马皆掀翻倒地 这众招之人 忽而发红 忽而发青 雪山派指导来人是那叛徒石中狱 当即上前便一番赤责 眼看着王万人要动手 石青米柔自是担心儿子安危 可爱于颜面又不敢与天下人为敌 只好转口说道 王师傅教训徒弟理所应当 可欺负他手无寸体 未免有失封堵 此话一出众人皆乐 这石中狱在雪山派受教十余年 怎说不会用那剑招 王万人只道是石中狱故意言语讥讽 当下恼羞成怒 挥剑直刺而去 殊不知此人的确不是石中狱 而是那熟练掌握金屋刀法的狗哥 这金屋刀法专为雪山剑法而创 招招克制 不过三招 这王万人便抱头离去 此时就看方才庙观和尚又走了出来 说是我佛慈悲 让我带二位施主回庙中休养极好 狗哥单纯心思 只以为这和尚真有那好意 待看到人群中的阿秀对自己摆了白手 方才只想自己又被忽悠 你和他们是一伙的 要想过去 先打败我 此时身后的张三里斯忽然发出一阵哀嚎 见两人争气稳乱 看似极为痛苦 狗哥急忙询问就知之道 你安住 我的灵台雪 用内力挖挖心 就看狗哥来到两人身后 催动内力汇聚掌尖 对着二人灵台雪猛的一息 一番操作惊呆了众人 不想狗哥年纪轻轻竟有这般修为 不过片刻 就将张三里斯的一样解除 随后又来到众人面前 大师 动手吧 这妙观和尚心头一惊 你有这身手段 老那何必自讨没趣 见石青敏柔出来要教训儿子 果断退避一旁 好好好 本该你们 你们来 你们来 而石青敏柔一有自己心思 便是找准机会打落狗哥手中刀 将狗哥抢走 狗哥见来人竟是阿秀姑娘 心中暗喜 自两人在碧波岛上朝夕相处 早已是对彼此暗生情愫 如今故人相见 怎能不欢喜 可眼下不是弹琴时候 这黑白双剑属世飞腾寻常 若不是两人无心伤害狗哥 出招用镜间接流后手 恐怕这狗哥早已是这件下冤魂 这阿秀姑娘虽精通那雪山派见了 可毕竟只是姑娘家家 横批树斩间净显稚嫩 狗哥为保护阿秀 平平分心阻挡石青 却不想被敏柔抓住了破绽 一剑刺出竟正好命中狗哥小腹 石青敏柔大惊 怎能真伤儿子姓敏 却还来不及查看 一旁打坐的张三里四忽然间瞬移起身 猛的一掌拍出 将二人直接震退术 众人一看张三里四无恙 心中恐慌至极 有谁愿去接纳赏善罚恶令 纷纷低头不语 张三一语落下 便带上狗哥直接顿去 这个大门派见到温神一去 哪里还愿逗留 接就地散去 一番询问方才知晓 只因昨夜和自己烧烤多摊两杯 本是一个月才喝一口的佳酿 多饮两口竟险些让自己丧命 幸好狗哥内力刚猛红后 将两人溢出的真气吸走 否则两人此行毕命丧于此 狗哥本想和两位哥哥同去 可毕竟出入五道 对着内力运用尚不精湛 体内竟还留存部分毒性 张三里四告知 其运功之法后便闪现离去 狗哥看了看自己这一双玉手 一红一蓝果真诡异 当即盘膝而坐 按照张三里四的法门 左右手交叉运进一阴一扬 请刻间又一掌挥出 就看着地上草木瞬间枯萎 又一瞬间结成冰霜 此时忽闻一道马蹄身过 狗哥一看 不正是石青李柔夫妇 狗哥正想上前追问自己的身世 哪想脚底一滑 静止朝着一块大石撞了上去 这武当天虚道长 为对付这赏善罚恶二时 更是专门研究了一套剑法 张三冷风一笑 与这天虚道长对比 倘若破了你这剑招 便有劳道长往那狭客岛走一遭 只可惜这道长剑招虽利 却没有浑厚的内力相持 不过片刻便被张三破去了手中长剑 张三喊上那一句很好 便将那赏善罚恶令递给了天虚 随后一跃消失在武当山 而另一边 石清敏柔来到一处河滩 正打算歇息一番 却不想此处尽早已埋伏 两人来不及还手 就被人点住了穴道 而此人不是其他 正是自己儿子的师父 剑父母被一张大王索情 狗哥心急如焚一跃而起 不想阴脚底一滑 摔了个狗吃土 白万剑心中一震 这不正是踏破铁鞋无匿处 白万剑这才知道 难怪那少年身法这般眼熟 竟是自家闺女 随后又问狗哥那金屋刀法的失常 白万剑心头一目 差点一剑将狗哥送走 幸好沉住气问多了巨奶奶是谁 白万剑心中无语 想不到眼前之人 竟是自己母亲的开山大徒 岂不是要与自己兄弟相称 紧接想到狗哥和阿秀 眉来眼去的眼神 只觉一阵头皮发麻 说罢就提剑朝着狗哥乐曲 这一剑力道十足 若只是寻常舞者定是难以招架 却看狗哥接连向后退了数骨 随后一记金钩倒挂 猛的一剑挥出 逼得白万剑不得不回剑相迎 不想狗哥内力红厚充益 静震的白万剑手臂生疼 你们雪山派这招叫做开门迎客 我们金屋刀法这招叫做关门捉贼 白万剑气急败坏 只觉是母亲好生天坦 随即又一跃而起 迎风乱刺数十下 却不想无论如何花里胡哨 皆无法伤狗哥分毫 反倒背弃简干一招 架住了手中长剑 你们这招啊叫做千里鸣鸵 金屋这招叫做千金鸣鸣 白万剑自不能就此罢休 是为过三人须争难一二 可这雪山剑招72 金屋刀法73 招招皆已有破解法 白万剑一招不慎 竟被狗哥夺去了手中长剑 你们这招啊叫做波涛汹涌 我们金屋刀法叫做顺水推招 白万剑懒得再取其辱 只好任由狗哥带着石青鸣鸣二人离去 可不过片刻 忽看狗哥脸上忽冷忽热 浑身一道电击般的触感袭来 静止晕了过去 原来狗哥体内留存冰火于毒 张三李四曾告诫狗哥 不幸未除静前不可动用内力 方才意识心急 全然抛之脑后 如今毒火攻心晕绝过去 石青哪知狗哥怎生变毒 直到是内力亏空 帮忙将一道真气疏于狗哥体内 石青虽是中原武林翘楚 可这练武的和修仙的 怎能相提并论 一道反噬之力袭来 竟将石青直接震退出去 无奈之下 石青女柔只好将狗哥带去武当山 自己本属到家一脉 指望武当诸位师叔能救狗一命 可偏偏事与愿违 这武当掌门昨日里 接下了那赏善罚恶力 毒精正准备要去往 辖克岛藏那喇叭中 石青自知有愧 便提出将武当掌门置位 传于自己 让自己替代掌门去 辖克岛赴宴 却被这天虚道长婉言相聚 毕竟武当千年传承有序 外门弟子燕门坏了规矩 先抵抗力 尽力狂重 一本派不知摔本烟力 于兄感恩不尽 无奈之下三人只好下山 狗哥见石青女流面色难看 直到是这夫妻二人 缠那喇叭周缠的景 当下心生一记 晚上趁石青女流熟睡之际 敲摸离开客栈 返回了武当山 正好撞见两名师叔 在研究那赏善罚恶令 狗哥眼急手快一把锅过 原来是失职啊 你怎么又回来了 这东西你们不要 我要 狗哥话因为落便转身跑去 可谓跑几步就被两人追上 三人当即就动起手来 这两位师叔念得舒直勤奋 四步好动那喊招 却没想狗哥身法尽这般了 谁是 别胡闹 把东西给我 拿来 两位师叔 我不想与你们为难 我会打死你们的 这两位道长哪里相信狗哥鬼话 却不想狗哥忽然一掌拍出 掌风间夹杂一一扬两道真气 两人一时大意 直接中了这杀招 骂骂咧咧的躺了下去 哎 我能打死我的 第二天一早 掌门天须便命人将石青夫妇团团围住 却不见狗哥身影 料想是狗哥已然逃走 当即就准备要严刑逼问 没话少说 快把那个腻子交出来 石青听的是杖二和尚 躲在一旁的狗哥担心父母安危 当即飞身跃入气中 对自己昨夜所行之事自认不讳 眼下证据确凿 石青敏柔也不好再做偏袒 只好任由几位师兄处置狗哥 这灵虚道长见狗哥之错就任 也不好再多指责 直接拔剑要与狗哥切磋一番 那就给他为止吧 月儿 灵虚师叔是你的长辈 你千万不要鲁骂 嗯 我知道的 他是爹娘的师兄 我不会打死他的 狗哥一语惊天人 让这天师瞬间炸锚 我都要瞧瞧 你是怎么打死我的 狗哥看着老道一心赴死 可自己哪里真敢截查 亮出一双极具艺术的双掌 你那两位师弟就是如此躺在主板之上 你的意思是 我不配跟你过招了 米柔担心狗哥再多说话引火上身 只好轻言相劝让灵虚师叔指教几招 见母亲发话 狗哥也不好拒绝 借过母亲手中的白剑一记起手 却又担心左手姑娘寒气太猛 索性背向身后单手御敌 这灵虚道长只觉颜面受辱 懒得废话起身挥剑刺去 这武当剑法本非泛泛 就看这剑间乱颤 光闪如虹 吞叶开河之际 又不失名家风范 只可惜这练武教修仙 天差地别 狗哥只是一道内精外放 竟让这道长险些亮强 幸亏即使稳住脚步 身形转动 就看一道真气汇聚 孤斥一剑屁出 竟也有那破地开山之势 只是可惜没料到狗哥开挂人生 如今内力叫张三李四都更胜一筹 何况这武当天师 独占张三尚不能伤豪分 怎能与狗哥争日运 果然不过片刻 这道长便已是支撑不住 被狗哥一剑倒飞出去 狗哥虽心中不怨 可既然母亲开口 不论对错接照办 对着众人就框框框三透手 几个道长面面相去 一时尽不知该如何解查 天虚掌门本想扶狗哥起身 却又被狗哥出言喝止 自是担心自己这一双御手 又殃及无辜 这时狗哥猛然想起 黄泥刚上张三李四曾告知驱毒之法 当即起身来到这通虚照 虚天师身后 对准两人临台学 一英一阳争气相交 活厚内力让众人惊为天人 片刻间 就看两人一道淤血喷出 想来已是无上大雅 武当众人哪里还愿与这怪人寒暄 当即拿回那赏善罚恶令 带众人返山而去 等狗哥回到家中 呲呲呲地拿出那少林迷人 脑海中竟是与阿秀 在碧波岛上的美好时光 狗哥还在满面花痴 完全没注意到墙上竟翻来一人 待看清来人容貌 顿感心中一颤 那亲兄弟竟然长得一模一样 这锦衣华服的是弟弟石中玉 这粗布蚂蚁便是哥哥狗打主 只因那黄泥港一战 狗哥牛刀小事便名声大噪 石中玉走到哪都有人将其认作狗哥 小门小派更是将狗哥捧作日月 无疑不想让其仗着与张三里四的交情 换自己一生平安 石中玉便借此机大肆敛台 更是满足自己那无上虚荣 可长辞一往所结交之人越来越多 石中玉意识到事态愈发不能控制 自己这三脚猫的功夫终难自保 这才现身找到狗哥 想以此得到狗哥庇佣 你怎么会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你怎么认识我 我当然认识你了 咱俩是亲兄弟 你是我哥哥嘛 石中玉一见面就打起感情牌 狗哥自幼孤苦无一 对着喜当哥自是欢喜 当即就对此事爽快应下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他们欺负你的 真的吗 真的 我没有过弟弟 如今有一个 绝对不能被人打死了 我会保护你的 为方便日后好办事 石中玉更是来到成衣店 一口气定制了十套款式各异的对付 从此约定两人每日都穿同款 如今万事俱备 石中玉更是肆无忌惮 广摇天下匪类大吃酒宴 也那无数不义之财 只要能帮我们兄弟免出了赏善罚恶令 这钱呢 不是问题 你就收下吧 好 那我就收下了 石中玉话音未落 就见一枚赏善罚恶令事来 将这男子命丧当场 众人心头一惊正要逃窜 就听门外传来那很好很好 三弟 别来无恙啊 好 大哥 二哥 别来无恙 石中玉面带紧张拱了拱手 小心询问张三里四能否通融 张三里四自是一口回绝 这场中人作恶多端 三弟何苦坏的自家名声 石中玉眼看梅西正要开溜 却发现身后站立一起盖 原来狗哥担心弟弟安危 早已乔装打扮混入人群 石中玉见到狗哥瞬间来了赌气 当即说到自己拿人钱财 自是要与人消灾 既然大哥二哥不英语 那只好与哥哥在比试比试 张三里四相视一笑 早已是看出端倪 爱与狗哥颜面没有当场揭穿 也正好试试狗哥今日到底有多强悍 就看石中玉神情严肃 四模四样踏步运功 张三里四上前联手拍出一掌 正此时 身后狗哥一掌拍出 一道强大真气贯穿石中玉身躯 两股真气相交汇聚 竟产生一道极强冲击 将张三里四震得是措手不及 张三里四说吧 就化作一道光影消失不见 场中众人无异不是欢呼雀跃 石中玉内心更是得到极大满足 事后兄弟二人便要均分钱财 狗哥心性淳朴 自是不要这钱财 纯粹是发自肺腑对着弟弟的爱 殊不知张三里四一直盯在身后 这才明白为什么这狗哥忽而憨傻霸道 忽而软弱无力 侠客岛张三里四与石中玉比拼内力 却不想狗哥在身后暗中相助 真气相交 畅爽殆尽 张三里四猛的里身子一顿 险些被这倒退之势先翻 这二人心中虽是困惑 却也只是轻声一句很好很好 三弟的内力果然非同反响 说罢便闪现消失而去 实则两人潜入暗中 悄悄观察石中玉 果然端倪立线 竟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三弟 想来其中一人定是常乐帮帮主 石中玉介于张三里四兄弟之名 四下敛财 早已被张三里四发现 如今见其出现自要教训 趁石中玉和叮当闭语之际 趁其不被点住二人穴道 悄无声息将其带走 带到叮当醒来 哪里还有石中玉身影 四下呼唤 却正好撞见路过的狗哥 叮当指到狗哥好生讨厌 趁其不被得寸进尺 狗哥听得一脸迷茫 便被叮当拉着回常乐帮继续快乐 焉知此刻常乐帮内 雪山派白万剑已是来势汹汹 单人持剑闯山门 仅停一己之力 便将常乐帮一众高手掀翻在地 若非被海誓及时回原 这常乐帮恐是要在此刻灭门 只因着常乐帮先前生情了 雪山派数十好汉 白万剑此行正式要讨个公道 不如雪山派 先向常乐帮赔礼道歉 允诺从今往后 不再纠缠我石帮主 这被海誓对白万剑自始不惧 既然白大侠话已至此 不如手底下功夫见真仗 此时狗哥正好赶回常乐帮 见到双方剑把弩张好生奇怪 听完被海誓一番阐述 狗哥这才明白大改 可狗哥毕竟心性淳苦 本就不愿与雪山派结怨 当即以化干菜为萝卜为油 将雪山派一干人等全部释放 乃至这雪山派众人心高气傲 见到狗哥就斗气昂扬 石忠玉你这个狗贼 我一定要把你千刀万刮 只因众人皆以为眼前之人 是调戏自家小师妹的石忠玉 而唯有被海誓知道其中真相 为避免事情带路 索性又将矛头指向白万剑 要棄案方才约定 十招之内较高低 倘若你说了 那雪山派是下三烂的够强盗 白万剑看事已至此 再不拔剑着实黑了雪山派颜面 眼看见已出窍 呼听屋外传来一声 原来此二人担心儿子安危 特意带上松江府阳光大侠 前来助威 贝海誓心中一惊 倘若石忠玉一事败露 长乐邦定当威名扫地 可看二人对眼前之人 不是石忠玉尚且不知 贝海誓所幸死不认掌 直言石英狗哥 与那前帮主比斗之计 神功带始 只是一剑便将前任帮主击败 却不想那前帮主掌中含有剧毒 石帮主大兵一场落下影集 由此忘记诸多事宜 弹劾被我常乐帮武劫 石帮主出任必帮帮主 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我从未听帮主说过 明镇江湖的悬俗双界 竟然是我们帮主的父母 啊 我原来也不知道啊 狗哥此言一出 彻底坐视贝海誓所言非虚 石青宁玉眼看事态不对 当即就要揭穿贝海誓的阴谋 你是想借他的小命 来挡过侠客的铜牌腰艳艳艳捷 贝海誓听罢心中冷哼 本想出言讥讽 拿想此时 空中忽然飞来一枚赏善罚恶令 贝海誓找来狗哥当常乐帮帮主 本就是为党侠客岛的赏善罚恶令 却不想张三里四早已知晓 这时终于另有其人 这日趁常乐帮内高手齐俊 接连闪现几道便出现在这大殿之中 很好 很好 好的很啊 你看这老娘说很好是什么意思 很好就是很好 不是很不好 也不是不很好就是了 这高女侠只觉被这寸头调戏 索性不做不休 一道飞镖窟地射出 恰好与这赏善罚恶令相撞 下一秒 这令牌竟诡异出现在高女侠手中 李侠心中一正 自己怎有资格去侠客岛河中 张三里四却不再理会 转身看向了贝海誓 怒斥其哄骗自家三弟来做这身帮主 齐心荡真该诛 咱们三个一劫金兰说过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可这嫦娥帮却要咱们三弟来打赛啊 那不是要咱们哥俩好看吗 贝海誓姿势不会承认 任你天花乱坠 反正口说无凭 老四你说如何 说罢就看两人忽然运进 一阴一阳两道真气朝着屋外急驰而去 犹如那道钩子一般 瞬间将屋外一人拉回店中 来人不是其他 正是那日被两人掳走的石中玉 众人一看心中大惊 怎会出现两个一模一样之人 尤其是这石中玉的妻子叮当 平白无故竟多了一个丈夫 只觉一股羞愧感游然而生 张三里四这才道出 这粉一男子才是常乐帮帮主 为躲避侠客岛妖艳 独自一人躲藏暗处 被海誓担心自己姓名 这才找来狗哥坐着替死鬼 你不是说好要保护我的吗 害我非抓 你不讲信用 之前我们在课站怎么说的 不要告诉别人 你 哎呀 叮当这才明白 原来两人本就相识 竟还将自己蒙在鼓中 看着自己一米十二夫 玩得可真花少 所以你就看着我跟他谈恋爱是吗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叮当只觉瘦如转身离去 狗哥只知道是自己做哥哥的 没有护住地理 本想道歉 哪想石中玉却毫不领情 谁是你兄弟 你不看你那傻样 狗哥听得心中一阵凄凉 可眼下不是煽情石 如今张三礼四已到 这常乐帮倘若无人接令 便要满门途径 却不想石中玉忽然翻领 直言自己是被被海誓威逼利用 自己可不作甚常乐帮主 这帮中堂主甚是气愤 那日在山洞之中 石中玉未保全姓名 可是舔着脸要做这一帮之主 如今见自己父母在身旁 腰杆子瞬间挺直 拉着石青就要离开此处 很好 很好 很好啊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 凭着司徒衡和石帮主的武功声望 这一口腊班舟还真喝不上 常乐帮这几十年来 干得坏事太多 我兄弟二人就是来伐恶 本来也不盼望能接什么铜牌 不过总还是要问上一声的嘛 狗哥眼看张三礼四就要发飙 心中自然不愿伤及无辜 当即劝说石中玉将这赏善伐恶令接下 可石中玉可无这狭义心肠 既然你有这般大人大义 为何你不接下这两枚铜牌 很好啊 你们是没人接牌了 是不是 张三礼四懒得再听几人废话 既然这常乐帮无人敢来迎战 那边去下面再做争吵吧 却不想狗哥及时打断 直言这场中诸位对自己相爱不薄 既然如此 这赏善伐恶令 必须我接下便是 常乐帮众人一喜 没想到狗哥竟能这般大义 纷纷呼喊帮主威武 却看张三礼四微微一笑 这赏善伐恶令只给一帮之主 不知你常乐帮如今究竟奉谁为主 被海誓自视老模深算 当即带着常乐帮众人对狗哥行礼 愿遵从狗帮主号令 不敢有为 很好 常乐帮十帮主 今年十二月初八 请到侠客岛喝粥吧 定当 前往拜访二位哥哥 三弟啊 凭你的武功 这一口辣般粥大可喝的 眼看事已知此 张三礼四也无话可说 只好将这令牌交于狗哥 只是心中惋惜一声 这为非作歹的常乐帮 今日是无法出境了 此时一旁的白万剑心中忽然一正 既然这赏善伐恶二事已完成此件事 那这下一站岂不是自家灵霄城 我兄弟二人正是要前去拜访令尊 白英雄若是回去得快 我们还可在灵霄城再见 白万剑心中一惊 自己那老父亲威仪 可还来不及阻止 这张三礼四二人便已转身离去 很好 很好 自女儿阿秀被石中玉侵犯 跳下悬崖自尽后 母亲石小翠离家出走 父亲白自在更是陷入癫狂 令雪山弟子死伤无数 白万剑实在不忍看雪山派陌路 擅作主张将白自在囚禁密室之中 方才出山寻找石中玉下落 如今见张三礼四要去雪山派挑事 白万剑自是担心父亲安危 可眼下还有石中玉这败类未出 一时竟陷入两难 石青礼柔看出白万剑窘境 直言叮当带犬子去往雪山父亲请罪 方才让白万剑放下心来 可眼下最难受的莫过于叮当 自己与那石中玉一吻定情 早已突破那层隔膜 却可笑与自己成亲拜堂的竟是狗哥 可他荒唐梦一场 狗哥见叮当爆风哭泣 自是想上前安抚 却不想上来就是爱的抚摸 狗哥看着叮当伤心 心中亦是无奈 自己与石中玉互换身份虽非本意 却也当真伤透着妹子的心 可当狗哥说出石中玉要被带回雪山派受罚后 叮当心中却是无比紧张 其自是知晓着雪山一行凶多极少 当即忘却一切 找到石中玉诉说心中那一缕不舍 狗哥见二人如此 索性也豁了出去 叮当闻言心中一喜 虽有三分担心狗哥安危 可七分是给石中玉 狗哥听罢心中一正 可话已出口自是无法撤回 只好跟着众人来到这雪山派 却不想这雪山派中一声变故 狗哥尚不知发生何事 就被这长老点住穴道 关押密室之中 而石清敏柔亦是被雪山好友设计陷害 在饭菜中掺杂了些义务 让两人内力全失 而这白万剑虽是掌门长子 却被几人要求立即担任雪山派掌门一职 指引几人早已知晓那张三里四要驾临雪山 为避免殃及于池 这几人合计商议 便要推出白万剑去那侠客岛不死 而自己则可名正言顺争夺掌门之位 白万剑自是想到几人图谋 正要出言呵斥 却不想这长老率先发难 直接点住白万剑穴道 一并关押起来 这时关押地牢中的狗哥听闻石清米诺贝 心中自然着急 趁看守送饭之际 点住其穴道 将其腰间钥匙取出 可自己对着雪山派人生地不熟 无意间进闯入隔壁一间密室 误打误撞闯进关押雪山掌门的牢房 这白子在见狗哥竟然不认识自己 心中倒生一丝疑惑 白子在当即就是一掌拍出 这两掌相交 惊得白子在心头一正 想不到这年轻人内力竞这般强悍 莫不是这江湖变了似的 这天石中玉又被常乐帮抓住 这常乐帮仲早已识的石中玉真面目 见面便是一顿拳脚 唯有叮当对石中玉一心一意 找到中原第一高手谢燕克 直言是狗哥被常乐帮陷害 希望先生出手相助 谢燕克本是不幸 却听叮当羞涩说道 我是狗杂中的妻子 他跟我说过 这个世界上除了我 就只有你对他最好 谢燕克一喜 想不到呆若木鸡的狗哥竟也能成婚 当真是天下奇闻 为成全这一桩美事 谢燕克当即起身来到这常乐帮 二话不说便将这一众楼楼仙翻 被海誓心知自己不是谢燕克对手 担心如此下去恐要灭门 只好下跪祈求谢燕克 请师父手下留情 徒弟不知天高地厚 得罪了师父 请师父不要生气 请师帮助 说罢便命左右将石中玉让其带走 却不想这石中玉又起歪心思 琢磨那玄铁令协议未成 自己可求谢燕克完成一桩心愿 当即便要求谢燕克将雪山派灭门 谢燕克心中一正 这狗哥本性淳朴 怎的忽然变了心性 够大众 我们才分开一段时间 你怎么会变得那么心狠熟辣 我 我也不知道啊 幸好叮当随口扯开了话题 谢燕克也不再生意 反正只要完成此桩大事 也算不辱自己一诺千金的名声 谢燕克带着狗哥一路闯上雪山 这雪山派众人焉能是其对手 只好任由两人闯入大殿 待白万剑一声令下 这雪山剑阵朝着谢燕克便冲杀而去 却不想这数百人竟无力在其手中扛过一招 一道内金外放便将众人接放跑 白万剑大惊 眼下已只有自己有那一战之力 当即持剑朝着谢燕克便刺去 可谢燕克这中原榜首绝非虚名 只是一场便将白万剑阵退出去 若非狗哥及时赶到 这老丈人怕已是要命丧当场 老婆婆不可随便杀人 谢燕克见到狗哥心中一惊 怎会有两个一模一样的狗哥 带到狗哥一番解释 将两人在摩天涯的甜蜜一粟说 老婆婆你还记不记得 是谁给你洗衣做饭 我知道你最爱吃我做的饭了 尤其是那个傻丫子 谢燕克这才觉得作偶 相信眼前之人方是狗哥 那这身边之人又是何人 假借玄铁令之名 要自己为非作乃 幸好石心敏柔及时出现 强行接下谢燕克一掌 方才让时中玉躲过一劫 可想到自己威名一事 竟险些被这小人坏去 谢燕克心中更是不守 海长便要泄粉 谢燕克心头一喜 想不到向来不求人的狗哥 竟会为这小人甘愿求人 当即就被狗哥一番夸赞 好一个侠干一胆的大英雄 听得狗哥心中甚是娇羞 却不想狗哥忽然话风一转 老伯伯 兄弟呢 经常害人 你把他带在身边吧 等他变好了以后 再把他放回来 谢燕克一愣 不知狗哥又玩甚把戏 自己身边若跟着如此为赘 下半生焉能安宁度过 我娘教我 从来不求人 但这个事情事关重难 我只能求你了 想不到狗哥近似开跳 言语间竟有如此高度 实情敏柔健壮 趁热打铁 直言摩天居士千金一墨 玄铁之令民动江湖 怎可违背了誓言 做着不幸之人 谢燕克心中无语 可自己向来注重名声 索性拖了出去 大月初五寒风至 狭客岛传开奖来 天下各派掌门如期而至 却不想前来引渡的轻衣使者 竟是当年叱咤武林的赵东路 关东四侠心中一叹 也罢 这狭客岛行不论祸福 能死在前辈手中又何妨 哪想隐藏暗中的一派掌门忽然反水 一道手中标直飞轻衣 就看着轻衣使者姿势洒脱飘逸 轻松避开这暗器 这掌门眼看失手 挥剑便朝轻衣次去 故想此人并非单兵 暗中笼络一好友 联手对这使者出手 却不知这狭客岛伍学早飞中原武林可比拟 这轻衣使者只是邪魅一世 天若惊鸿宏 宛若犹龙 静压的这两派掌门喘不上气 顺势盗飞了出去 众人面面相去 这狭客岛一使者便是这般骁勇 自己不过岸上鱼肉 当下也不再有甚非分之想 陆陆续续登船而去 而此时 这令人闻风丧胆的狭客岛 阵的这绳索烫手 丁布三无奈之下只得退回 虽一记不成 这老汉却早留后手 趁众人登船之际 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假令牌 想来鱼龙混杂 浑水摸鱼应是无防 只可惜张三早已盯住丁布三 一把扯住一斤便将其拽出 丁布三心生惭愧 自己好歹小有声望 这当场抓包姿势颜面无存 本是担心弟弟丁布四一人去岛上送死 想着既是同年同日生 应当同年同日死 只是心中惧怕这张三里四二人 也只好作罢 灰类与弟弟丁布四告别 而这武林正道瑕士健壮 心中皆感凄凉 却不想此时一人 竟是主动朝着行船走去 此人不是其他 正是被海誓安插的戏作 这被海誓勃勃野心 竟想趁各大门派高手空缺之际 统领中原武林 为此不惜修炼阴邪秘法 九阴至阴公 西是活人精魄 强行提升修为 如今神功大成 天是地利人和 犹如天柱 侠客岛上的神秘武学刻画 更想一举摧毁侠客岛 此时一场 天下江湖 都是你我囊中之物 到时候一同江湖 还要西门兄 你助我一臂之力 不过此乃后话 眼下侠客岛发传在即 方才见狗哥等人款款来 狗哥不知岛上显乐 催促着白子在赶紧登船 此时就看使婆婆将狗哥拉至一旁 私下叮嘱 倘若三个月内 无法带白子在归来 自己将带着阿秀跳崖殉情 狗哥听得迷茫 但却见到阿秀满眼不舍的眼神 依依不舍地说道 你要是不回来 我们就不会有孩子 爷爷就不会有曾孙 狗哥顺感焦躁 将阿秀紧紧搂入怀中 认真说道 我一定会回来的 说吧便转身登船而去 只留一道深情在彼此心间 此时及时已至 只听这黄医使者大喊一声 百度起航 就看这一众好汉奋力滑脚 这行船便朝着侠客岛荡荡驶去 只是众人不知 这常乐帮众人带大船发出之后 便开始将那火雷之弹装传 意图让他中原武林翘楚 进阶命丧侠客岛 随着轻衣使者一声扬帆起航 这侠客岛战船便浩浩荡荡驶向前方 这两颗位列的本是中原武林天花板 却迫于无奈受制于侠客岛威压 皆是敢怒不敢言 看着桌上针修 愣是无人敢先动手 各位 人家主人请我们去侠客岛吃辣巴粥 要下毒就会在喇叭粥里面下 要半路把我们毒死的话 我们还有戏吗 没脑子 众人顿感白子在言之有礼 索性放开大块朵银 唯独丁不思看不惯这雪山掌人做派 出言讥讽白子在指头名利 将那枕边娇气望于脑后 白子在心中恼怒 自是知晓这抠脚老汉 对自家媳妇狼子野心 当即对丁不思言语辱骂 众人一听心中一惊 想不到这自诩天下第一的白子 在竟有这般丑事 一旁关系的西门官人不嫌势大 顺势吹捧丁四爷风流倜傥 不解当年 我也听说十小岁重返江湖的消息 原来全都是为了丁四爷你啊 这西门官人随手将贴身长剑亮出 白子在哪里还能忍受 当即拔剑朝着丁不思挥去 殊不知此举恰好撞入西门下坏 此人与贝海是合谋 意图寻到侠客岛下落后 将岛上众人杀绝 天天这船上人手众多 一直寻不到下手机缘 恰巧这丁不思前来声势 趁两人扭打之际 这西门官人悄悄在沿途留下踪迹 众人只顾看着情敌争执 对此事全然不知 这长乐帮唐主见时机一道 率领一众人马 携带雷火之弹 循着踪迹一路驶去 此时两人早已拆解上百余招 依旧难分胜负 众人只觉所然无畏 当即便是一阵唏嘘 见张三里四发话 两人方才罢手 不知识过几何 只看海面上逐渐浮现一座海岛 就看这岛上景色清幽 隐约坚镜充斥着道道真气 众人心中一惊 此处莫不是蓬莱仙境 可众人心知此处危机四伏 丁不思唯恐不测 暗中叮嘱狗哥记下这沿途路线 倘若不妙须尽快逃路 西门官人见此机缘 又趁机调侃丁四爷果真多情 如此情况 竟还能对这蒙面女侠三不回头 居然还能自我讨野一番 佩服啊 丁不思知觉郭噪 一道铁锁金边抽出 却不想这西门官人闪身躲过 换了副嘴脸赔礼道歉起来 众人健壮也懒得理会 却不想这只是西门官人留下记号的手段之一 众人一路前行 穿过一片溪流瀑布 这岛中竟藏有一狼环俘地 众人心中疑惑 只听这轻衣使者缓缓说道 公营各派掌门立临 侠客岛龙木岛主公营各位多事 待穿过此洞穴 竟有一处广场 四周凌厉庄严宝像 待众人坐定 就看那台阶上 狂狂走来十余位狭客岛使者 众人心中一惊 只看那张三里四 竟只是排在倒数之末 这中原武林的天花板 终于登上狭客岛 可这岛上景象 却让众人心中发颤 鼎鼎大名的 赏善罚恶二使 不过是岛上使者之末里 随意挑一位亲衣使者 其武功便已是远超张三里四的存在 而这龙木两位侠客岛主 其造诣更非寻常人可堪视 不过是一声嗜吼咆哮 便让这个派掌门气血翻涌 险些暴力 此物便是令人闻风丧胆的腊八粥 除却十八种上等干果外 还蕴含七毒草药 断肠食骨鼠心草 倘若食用得当 可让人铜墙铁骨 功力大增 众人闻言心中唾弃 我等皆为蝼蚁 何必劳烦岛主用这名棍 只需岛主给个痛快便是 这龙木岛主相识一笑 所谓名门实在虚伪 小人心夺君子负 太可笑了 我要想杀你们早就杀了 我们要想当这武林盟主 也早就当了 用得着这么费周折吗 唯独狗哥心无杂念 一番劳顿早已鸡肠碌碌 只觉这腊八粥甚是美味 一碗不够还要续杯 十方主 你怎么全喝了 就算非得要死 也不用抢着去给门关啊 好小子 喝我胃狗 很好 很好啊 你若爱喝 不妨多喝几碗 好 见到狗哥安然无事 众人才端起晚爱 此时只听这龙杏岛主缓缓说道 自己当年无意间得到一张奇异地图 上记载武林之强武学存放地点 当即与兄弟寻到这侠客岛 竟真发现这实地上会有无上法门 本以为一统江湖指日可待 哪曾想着修仙之道属实深奥 兄弟俩对着同样的文字修行三越 这龙岛主领悟惊奇招式 举手投足间净显花哨 这木岛主却另有一番感悟 招式单一却汇聚五岳之力 地长便让这山穿动摆 两人心中一惊 莫不是这密集中乾坤另有 当即又是一番钻研 可眨眼半年 两人所领悟招式仍截然不同 只好自嘲两人智商堪忧 当即坑蒙拐骗寻来数十名徒弟 却不想结果让人惊骇不已 十余人所成招式各自不同 这龙木岛主心中无奈 想来若想神功大成 必要有聪慧之人堪破其中密法 这才派遣张三里四各处寻觅 找来这中原武林各派掌门 共同研讨着修仙之道 众人听罢只觉好大张饼 侠客岛数十年来天良丧尽 赏善罚恶二使覆灭中原数十门派人尽皆知 怎能有这心肠同修大道 这龙木岛主文言呵呵一笑 当即令人取来洛洛书册 名幻赏善罚恶补 记录中原各派行事踪迹 白子在当即翻阅着书籍 发现这聂家全是表面憨厚老实 却坐近那掳掠狗且之事 当得知事情败露 更是连夜杀尽对方满门一十三口 可即便如此 为何这十余年来登岛之人 竟无一人返还 难不成这道法寒妖 离得那个派掌门浑神颠倒 众人跟着龙木岛主一路前行 这小岛中荡真别有洞天 实际上绘制武学密密麻麻 这一旁修炼之人 竟都是当年同窗好友 这白子在随意瞥了眼墙上心法 竟瞬间着迷 当真是很好很好很好 爷爷 我们回去吧 阿修和奶奶还在那等我们呢 不急 怎么能不急呢 阿修和奶奶说了 这三月初八要是见不到我们 他们就 他们都跳海自杀 哎 糟了 你烦不烦人哪 这下个头什么都记得下来了 你有空 快去找找你娘的下头去吧 若这神功大成 还要家中那婆娘作甚 狗哥对这武功心法毫无兴趣 只是听白子在谈及其母亲 道真灵光一闪 自顾自出去寻探一番 很好 很好 三弟啊 你怎么出来了 狗哥见到张三里四心中一喜 当即将心中所想一番诉说 张三里四对视一笑 这赏善罚恶不记载天下事 可惜自己为悲言轻 不可坏了岛上规矩 不过三弟啊 你倒是可以往东边寻一寻 好 狗哥得到张三里四提点 当即一路向东寻找涛密格 正好撞见一对白发夫妻 在竹林中下棋 狗哥本欲询问 却被一妻子点住穴道 却不想狗哥惊人内力 胡乱一冲撞便将这穴位打开 随后抬头望去 就看这牌匾上赫然写着三个大字 当即便上前表明来意 可这涛密格乃侠客岛禁地 若无龙目二位岛主许可 任何人皆不得入内 狗哥眼看两人不予放行 当下便想硬闯 可这白发老者咽是常人 只是随意一掌拍出 静震的狗哥胸口声疼 此时白自在正在 潜心修炼这墙上密码 听闻自家孙女婿被他人欺负 心中自是不能答应 当即跟着狗哥来到这类竹林中 正好试试这狭客岛的高明武学 却不想尚未踏入房门 就被这一道突如其来的白铃震退庶掌 白自在自诩天下武功第一 却不想再遇到狗哥后接连受挫 如今自己学到这狭客岛修仙妙法 心中下定绝不能让这女子小去 当下使出浑身解数 哪想还不过片刻 竟险些被这白铃夺去性命 想不到我白自在一世英明 居然连臭婆年的样子都看不清楚 就被人打败了 白自在一听顿感言之有理 灰溜溜地回到山洞之中 照着墙上心法再次修炼起来 如此一幕看得狗哥直咬脑袋 眼看白自在对自己的呼唤毫不理睬 自己又大自不适一个 索性到一旁吃饱了在动脑子 无意间撇到这墙上图案 却不想这小人竟有变动 狗哥心中一惊 有趣 有趣 有趣的很 当即对着小人一幅路话条 此时众人皆沉迷自我 并无一人察觉此间一样 否则定会颜面无存 就看狗哥内力瞬间暴涨 周身伴随内力运转越转越快 这木凳哪里能承受这强大威压 直接分解碎裂 狗哥一个亮枪摔倒在地 见四下无人在意 当即转身挥溜离去 恰好撞见这西门官人正在描摹墙上心法 见狗哥出现 这西门官人随口不周两句便告辞离去 殊不知这西门官人早已和贝海士串通一气 要将这逆天法门全部抄袭 又暗中联络常乐邦两位堂主 在这侠客岛四周埋下成敦火雷 只待被海士一道 便要让这小岛灰飞烟密 狗哥心地单纯 自是料想不到这人心险恶 转眼就被一旁的木剑吸引 就在狗哥拿起木剑的瞬间 这墙上使剑的小人竟又随之舞动 狗哥本是对这练武之道毫无兴趣 拿想却突然陷入沉思 这有方才经验 此番领悟势如破竹 大道出修通九翘 又翘远在尾驴学 虽不知这剑法有何门道 其身意却远超这天下所有 不过片刻 狗哥便与这墙上剑法融会贯通 狗哥闲来无事 又来到下一间密室 就见两位老者对着墙上图案争论不休 看着图案如先马腾空而降 想来应是上乘轻功心法 只可惜这二人天资愚钝 参悟数十年不知其门道 随手飞起一摞纸片 却接踏不过四五步 狗哥见状甚感稀奇 学着两人的模样扔出一打纸张 随后一跃踏不通空 却不想直接摔落着地 两名老者见状开怀 讥讽年轻人不知天高 当心摔断腿脚变成铁拐 狗哥听罢当即小嘴嘟嘟 气愤地看向石壁上的画面 就看着墙上绘制天马腾空飞翔 脚下却踏有翔云 当下脑中灵光一闪 这天马失成 颠须借力 也就是说 这轻功修为啊 是要靠自身的内力修为 而不是借助什么外力 想到此处 狗哥当即甩出一摞纸张 身子随即凭空掠起 修训飞幅 飘忽若神 轻松踏过所有纸片 稳稳着陆 两位老者心中一害 哪想着受气嘟嘴的无名少年 竟能瞬间领悟着 踏雪无痕的绝顶轻功 你们好好练吧 狗哥也懒得理会二人 静止走向下一间时事 只见这龙木二位岛主护旋半空 其修行之术似比外头那帮高明百倍 心中顿感好奇 只见这墙上会有密密麻麻的蝌蚪 狗哥大字不识一个 只觉这图案甚是好玩 这些东西 怎么跟我原来养的蝌蚪一样啊 哪想着蝌蚪忽然金光闪现 寺内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 狗哥顺着踪进运进 只觉中注学忽然一阵 紧接着太后学又忽然大跳 让龙木二位岛主心中大惊 听闻狗哥目不识钉 直到是方才机缘巧合 随即便不再理睬 任由狗哥随意观看 却不想这金光闪现越来越快 这太旋晶 一旋 三方 九州 二十七步 八十一加 七百二十九步 原本是玄中之旋 却被狗哥无意间参透 其中奥妙 忽然间 狗哥只觉身体如不受控制一般 明明感受到金外在顺速疏通 可灵魂却游离三界之外 只觉身灵宇宙洪荒 无数金光蝌蚪悬浮四周 狗哥只觉这蝌蚪好生有趣 却不想下一秒竟被这蝌蚪控制 如梦如幻似于家 天地灵气如风般向狗哥涌来 随着玄宫运转 皆被狗哥吸入了体内 紧接便是炼化进了狗哥肉身之中 引气入体 淬炼肉身 狗哥将这太玄晶运转了一个又一个的大周天 这源源不断的金光蝌蚪不断洗涤狗哥的肉身 淬炼七五脏 如获千斤之力 只得大呼一声 爽 带到狗哥醒来 被眼前一幕吓得一颤 幸好及时稳住身形 才会出阳相 如此一幕看待这龙木二岛主 当即汇聚一掌拍向狗哥 拿响狗哥只是一个闪避便轻松掠过 龙岛主随即又是一掌拍出 狗哥竟会掌硬刚 要知道这龙木岛主 皆已是陆地仙神般的存在 可这只强一击 竟被狗哥悄无声息的画解 两位岛主自不信邪 连妹朝着狗哥跃去 这招式之奇 内力至今 至少需要三十个很好 没想狗哥从容不迫 说甚大罗惊仙 且看我狗哥 血泥顶上三花一粒正高 小心 小心 这龙木岛主自顾侠客岛四十余年 费尽心思钻研太玄金 却不过领悟皮毛 哪会想着目不识钉的狗哥 竟可在瞬息之间 便能通晓之阴机长空 余祥前底的奥秘 真乃当今骄子 旷是奇才 狗哥被这两位岛主夸得一头雾水 自己哪里会有这般厉害 却听龙木岛主又说道 我兄弟二人也就只掌握了不到一场 不知道小兄弟可否辞于直交啊 我告诉二位岛主便是 这才知晓这太玄金虽全篇蝌蚪文字 却无一字有用 所谓魂形无穷正天象 以一扬成一统字万物 皆是扯淡 这太玄金上的蝌蚪文 不过是障眼之法 实则为各条经脉学道疏通之术 龙木岛主文言怒斥天道不公 四十年光阴尽费于此 狗哥不知两人为何此般激动 既然两位想学我教你们便是 可这龙木岛主哪里还能拉下两来 狗哥哪能听出两人言外之音 直到是很好很好很好 可就在几人互相吹捧之际 那被海石却早已悄然登上侠客岛 其早已和西门观止暗中勾结 是要让这武林乔楚命丧于此 缘梦自己一腿江湖的心愿 而这个派掌门沉迷十壁五学 焉有心思关心其他 殊不知这侠客岛地势全貌早已被西门观止挥下 又找来那帝制专家寻得侠客岛命脉所在 悄悄埋下成敦雷火之弹 又恐这岛上众人武功着运 安排下属在饮水园撒下万毒千星伞 待到万事俱备 一道信号修咖射出 这成敦雷火瞬间形成地动山摇之势 竟将这岛中暗藏的火山激发 这个派掌门还来不及逃窜 便已有不少高手命丧动众 张三里四紧忙将此事报告龙木岛主 恳请两位师父速速离去 可这二人不过相视一笑 自己耗费毕生钻研太玄精 如今却被一少年英雄看破真谛 虽有遗憾 可这心愿已了 生意何妨 死又何惧 当即一道掌风挥出 将张三里四二人送出洞外 而这龙木二岛主 瞬间淹没在了这无尽碎石之中 张三里四心中一叹 世间在无奈很好很好 当即号召那侥幸存活的众人 跟着自己速速撤去 众人只道是这侠客岛耍身阴招 刚想理论 却看着火山喷发山崩地裂 请客间又有数名高手滚落岩浆之中 众人见状也来不及说甚 只好发了狂斑朝着海岸撤去 却不想忽然间升起道道黑烟 众人还来不及反应 就看那被海石率领常乐帮众人杀将而来 严带烟熏浓装 满脸兴奋地看向众人 众人这才知晓 原来一切都是被海石作妖 当即便是破口干嘛 众人正要运进发力 哪想皆是一道黑血喷出 只觉浑身贪软无力 贝海石忍不住心中喜悦 索性让儿等死不明白 众人这才知晓 方才那道道黑烟 竟是那是魂夺命烟 与那万毒千辛散配合使用 不仅内力全失 更可在一刻钟后蹊跷流血 经脉寸断而亡 你们今天逃不出我的掌心 狗哥听罢当即录持贝海石不讲武力 倘若不交出解药 狗哥我对你便不再客气 贝海石心中一惊 不解为何唯独狗哥毫发无伤 狗贼 我告诉你 我三弟 在跟我们结拜之前 就已经百毒不侵了 他已经得到了 狭口岛五林米级的真传 你这点邪魔外道的功夫 能耐他好 就凭你 来 把石方柱给我杀了 常乐帮众人闻言 皆纷纷朝着狗哥杀去 可这帮喽啰又怎可能会是狗哥对手 太玄精招事未出 只是几套寻常的功夫 便将这众人禁数掀翻 眼下只有贝海石方 由于狗哥一战之力 见其忽然一道黑气窜出 朝着狗哥便挥掌了去 区区九尾贝海石 怎敢同我狗哥争日运 只因四十年前 贝海石暗中偷袭百花老人 夺下一本《逆天秘籍》 久镇吃艳公 其招式致寒至英 竟靠吸取活人精魄淬炼内力 如今神功大成 自是激发气勃勃野心 竟想途径天下名门 称霸武林江湖 本以为自己使那下三滥的手段 让这个派掌门内力全尸便可如愿 却不想狗哥早已是百度不侵 虽是措手不及 可你强认你强 且看我飞风扶山吧 就看两人内力激荡天地间 让这本就不平静的火山欲发蠻怒 一道天崩地裂 让这地面瞬间开裂 请客间又见数名高手坠入岩浆之中 白子在一个量枪 若非丁不似及时出手拉住 孔一是要命丧当场 放手 你不要管我 何老贵 你死了 白子在心中气愤 这抠脚老汉如此关头 竟还在惦记自家媳妇 可眼下已无气力在做争执 这天地之怒 从不对这三脚恋情留守 丁不似也已是气力衰竭 当即暴喊一声 狗哥文言心中一惊 当即挥出这只强寒冰烈火掌 将被海誓逼退 哪想这被海誓竟有后手 只听得嗷嗷嗷声声咆哮 九道黑气四妖狐般从身后窜出 道道星红之气冲天而上 竟逼得狗哥一时间无法腾出手来 而丁不似此刻也终是历劫 眼看着白子在坠落悬山 就此时 忽然一道银针飞来 被海誓心中一惊 紧忙退手闪避 狗哥趁此机会腾空跃去 一把拽住即将火化的白子在 如修真仙神灵凡 将白子在从死神手中拉回 不想来人竟是西门观止 只因其无意间发现赏善罚恶不忠记载 自家满门衣食三口 竟接命丧被海誓手 自己蒙在谷中十余年 竟还与这丝同盟协作 想及此处恼羞成怒 当即临阵倒戈 只可惜自己武功低威 面对这九尾妖魔 焉有一击之力 一道星红煞气直接将五脏震碎 打落岩浆之中 此时就看狗哥运进发力 招式动作甚是惊人 一道虎啸龙银气鬼神 乾坤在新手舞苍穹 任你打几附身又何如 我狗哥出手 定当纵横天下 此时就听白子在一抹烟红喷处 狗哥心中一惊正要转身查看 哪想这贝海士趁此空隙猛的一掌拍出 将狗哥直接击飞出去 贝海士心头一喜 大喊无苦修魔功未正高 不尽苍天又何妨 哪成想这四忘乎所以 竟已无法压制心魔 瞬间被这九阵吃焰功反噬 顿入智障走火入魔 就看其浑身经脉凸起 似随时要那暴体而亡 众人见状心头一震 皆是担心那暴体产生的气冷 将这侠客岛吞噬 狗哥说罢便朝着贝海士胸膛拍去 哪想这一遍的贝海士一非凡人之躯 狗哥一掌静伤不得其分好 反倒这冲天黑气 逼得狗哥节节败退 眼看这丝朝着自己步步紧逼 狗哥心中一正 倘若就这般死去 我内如胶似玉干的阿秀可如何是好 偏偏此时 贝海士竟停住脚步 那道反噬之力让大脑传来一阵剧痛 就此时 狗哥抓住时机闪现而出 围绕着贝海士疯狂旋转 距离垂击起周身大雪 贝海士只觉头晕目眩 立在原地旋转跳跃 就看狗哥手中金光闪现 那太玄境的蝌蚪文竟悬浮在狗哥四周 待到蓄力完毕 猛地朝着贝海士后背推去 寺内佛光万丈忙 竟将贝海士身上的飞气全数净化 不过片刻 只觉一道清明传来 贝海士愣愣地看着狗哥 殊不知是狗哥心地淳朴 自不会赶尽杀绝 常乐帮众人见状 纷纷奔向狗哥 纷纷感谢狗哥不杀之恩 狗哥不及多想 赶忙让这各派掌门服下解药 就此时 那等待许久的火山终于爆发 刹那间山崩地裂 浩浩荡荡的火焰 似那泄红一般 此招喷发 毁天灭地 众人不及多想 纷纷朝着海岸撤去 唯有这片海石 大丈夫立于天地间 看那城王败寇 何必苟活 想及此处 豁然开朗 任由这雄魂火焰将自己吞噬 而狗哥哪里估得上这次死活 与白自在等人乘船离去 不知漂泊多久 狗哥猛地想起那时婆婆曾告诉自己 倘若来年三月初八还未从侠客岛归来 不论生死 自己都会与阿秀跳下悬崖 狗哥心中大吉 自己登上侠客岛已数月 想来早已过了三月初八 完了 都是你 你这个狗杀重 你怎么不让我们倒点回去啊 狗哥听得万马奔腾 若不是你留恋那实弊武功 我那可怜的阿秀又怎至于此 想来无论怎样都要寻得阿秀失身 和他一起同学而葬 狗哥心中正思索 忽然眼角无翼一瞥 那远处山巅近站立两人 见其衣着容貌 不正是死婆婆和阿秀 眼看两人即将跳崖 当即放声大海 无奈此时两人相聚盛眼 阿秀二人浑然不知狗哥归来 与死婆婆一起纵身一跃 狗哥一见大惊 哪里顾得许多 全身力道汇聚足底 深如力剑离弦 积事而出 这数年来所习得的高深内功 当时展现淋漓尽致 待到与二人接近 立即使出石壁上 银鞍照白马中的功夫 稳稳将阿秀二人拖住 目光轻轻缠绕 细速千断思量 只探眼下不是弹琴时 狗哥双脚踏步一气呵成 带着两人稳稳落定传板之上 一老一少恋只见欣赏 故宿中长献煞一旁 方才知晓今年净时热二月 今日才是三月初八 这个论二月论得正好 众人皆大欢喜 却唯独不见丁不四合梅文心 一番打探方之 两人正确寻找自己的女儿梅芳菇 石青敏柔一听此名大惊 这梅芳菇与石青敏柔仇身四海 当年梅芳菇与石青本是同门 石青潇洒英俊的外貌 早已让梅芳菇芳心暗许 可偏偏石青爱上了敏柔 两人成婚之夜 梅芳菇迟见直指敏柔 怒斥石青道 我对你痴心一片 为何新娘不恕 同门师兄弟弟 我只喜欢你 梅芳菇文言心中一痛 自己曾是峨眉派低音以侠的女儿 如今低声下肆 却换不到这男人的真心 当下由爱生恨 带到敏柔产下一子 将其夺走 从此了无音讯 这夺子之仇倘若不报 怎身为人 石青敏柔当即就要去那熊尔山枯草里 狗哥担心两人安危 便与其同去找寻 哪知再见到梅芳菇刹那 狗哥心中一惊 这不正是自己苦寻多年的娘亲 可还来不及高兴 那敏柔就要拔剑刺去 哪想石青敏率先出手阻拦 想到方才狗哥叫梅芳菇娘亲 莫不是狗哥是二人的私生 我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他长得像你 为什么他和月儿一模一样 原来他是你跟这个贱人生的狗杂种 好 现在你们一家三口团聚 我走 想及此处 敏柔只到遇人不输 转身便要离去 幸好叮咕四念及狗哥辖克导臻 掀开梅芳菇的衣袖 一颗手工纱映入眼帘 而后又将从岛上带回的赏善罚恶部 交给敏柔 这才知晓 其实狗杂种 是二十年前 我女儿从你们那儿抢过来的孩子 不出意外 当年梅芳菇从敏柔手中抢下狗哥 本是为报石青的抛弃之恨 怎料情根太深 对着孩子怎的都下不去手 索性带在身边 取名狗杂种 每日棍棒抽打解恨 却又将其抚养成人 如今真相大白天下 石青敏柔方才知晓 眼前这和石中玉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便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从此狗哥也拥有了那想炸天的名头 石破天 而另一边 石中玉却在摩天牙上匹柴挑水 只因当日雪山派上 谢燕客答应狗哥 要让石中玉感谢归正 变成好人 于是谢燕客便要石中玉完成一百件善事 方能下山 如今只刹那最后一关 谢燕客带着石中玉和丁当来到一处茶馆 说这店家夫妻二人相如以沫二十岁 从未有过红脸争执 而这最后一事 便是要石中玉思考清楚 究竟是要与丁当闯荡江湖 刀尖填鞋讨生活 还是从此平平淡淡饮食谋幸福 为让石中玉彻底想明白 谢燕客直接将这店家夫妇带回摩天牙 为石中玉丁当正道 丁当心中只觉着碌碌无为谈和幸福 当下背着谢燕客询问这夫人 你与丈夫朝夕相处二十年 你可觉得他爱你有多深 只看这夫人羞愧一笑 我想他应该挺在乎的 那你说他会为了你去死吗 我想他应该会吧 反正我愿意为他去死 丁当虽面露不幸 可心底里却万分羡慕 这时终欲与自己虽有夫妻之名 可倘若当真生死关头 不知他又有多在意 可又转念一想 世人皆有自私心 这对夫妻虽嘴上万般恩爱 谁知能否惊奇考验 当下玩心意气 点住这夫人穴道 我呢去帮你试试我哥 看看他会不会为了你去死 随后就看丁当转身跑向茅屋 大声喊道 不好了不好了 就看这男子心中焦急如焚 吃呆呆地望向悬崖 丁当只倒是也不过如此 乃至下一秒 这男子竟直接跳下 丁香心中一惊 方才知晓自己惹祸 不顾其他 当即悦而下想拉回男人 可这摩天牙四壁陡峭 压根无一处借力 虽侥幸拽住男子 可丁当女流一介 哪里有千金力道 只觉手臂一算 松开了这藤蔓 不想此时 一只大手竟将丁香抓住 来人正是石中玉 方才石中玉挑水归来 正好撞见眼前一幕 倒也不曾多想 直接越想 这夫妻二人心中万马奔腾 不知造了圣灭 怎能如此荒唐 这夫人心中一击 无意状态乃穴道 当下索性也不苟活 静止跳了下去 没想不偏不倚 正好拽住自家老汉玉卒 石中玉哪里还能承受这力道 手臂一松 四人皆朝着牙底快速坠去 这一切竟被谢烟客看在眼中 就看一白发老者如救世主般从天而下 运用强大内力超越四人快速落地 又瞬间爆发出自己全数内力修为 企图将四人救下 可谢烟客的武功毕竟只是凡人 这四人千斤的坠立 哪里是其能轻易抵挡 逼得这中原武林天花板飞去一双腿脚 才勉强护住四人性命 却只好心中感慨一句躁愈 幸好此举让石中玉终于明白 何谓好人坏人 何谓处世之道 当下再无杂念 叮叮叮叮 博博说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好人了 原来做好人也不难 石中玉大彻大悟 竟决定与丁刚一起影视摩天牙 一起照顾这遭老头子起居 很好 很好 很好啊 很好啊 很好啊